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都被太夫剑修了 还不赶快离开亲王府 还来我这里做什么 这么多年 也辛苦你了 我是辛苦 不过为了我的孩子 也为了我自己 再辛苦都要继续下去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来这里 就只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吗 童微女人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因为我心里很苦 我只是想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你是对不起我 你抢走了静萱的心 要不是因为你 我和静萱 肯定能成为一对幸福的福气 我爱静萱 为了能让她回心转意 身为大福尽的我 就算是受委屈 也要包容她 对你所有的弹护 而且还不能有一丝的怨言 六年多了 我和静萱 我的一番苦心 得到什么回报呢 没有 一点都没有 这全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 静萱怎么会对我这样 她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她心里只有你 我都不知道是该恨你 还是恨我自己 如果早知道我所有的努力 都是徒劳无功的 我说什么 我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可悲的样子 我无意造成你悲伤的感觉 对不起 我走了 等等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句实话 你也是真的爱静萱吗 有谁 你干吗 我 你也是的 有谁 我 我 多想 若是掠影 浮亡 真荒凉 摸泥伤 抬头 泪沾湿脸庞 欢笑背后 尽是凄凉 希望都变着绝望 不怕受伤 不怕沧桑 只怕你贴使心肠 只贪诉 并太过荒唐 神经都喊来潮潮 爱恨交参 空空振掌 到最后 光芒一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栎之作 金轩哥哥 烫疼了吗 卫丽 卫丽 夏花红 卫丽 秋月光 春去梦来接 春深 也许是我太想它了 都产生幻觉了 只是狂猛一场 锦绣哥哥 对不起 纵然万般地不舍 我还是先离你而去吧 当允客的身世再次遭人怀疑 因其满城风雨之际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人言可畏 也才了解你一直以来 以为我而承受的压力 是那么地沉重 我看在眼里 为你心疼 锦绣哥哥 我不希望你和允客一辈子 都以我而蒙羞 所以我只能以死明治 向世人证明我的亲伴 我知道 对你和允客来说 这是个残忍的方式 但是除了这样 我还能有什么方法 跟大家说明这一切呢 不要管我 这是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 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锦绣哥哥 别再为我哭泣了 希望你能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也能善待宿赢母子 你对我的深情今生无缘回报 但愿来世再许 美丽绝必 向 美丽 你一定要等等我 哥哥 美丽 你怎么这么傻呀 可怕的谣言 居然 活生生地把你给害死了 这 就是您要的结果吗 这 这 臣姐知道错了 姑母 彪嫂 你们怎么可以怀疑美丽的清白呢 允克长得跟表哥小时候一模一样 这还假得了吗 老实说 我也恨过美丽 可是我从来不曾怀疑 她跟永和之间的清白 而且我还亲耳听到我婆婆 问美丽关于允克的事情 美丽的个性 你们还不清楚吗 如果她跟永和之间有什么 她死也不会嫁给表哥的 你们怎么能这样侮辱她呢 老祖宗 臣妾糊涂 臣妾知罪 臣妾知都错了 现在敖悔又有什么用 再也换不回美丽 你听着 静萱和美丽这一辈子爱得太苦太迟 一定要等静萱回来 送她最后一程 以免她遗憾终生 以免她们来 前往便应再发发 一路 你还没有 等静萱回来 你还没有 按照睡 和你义 照顾 婆婆 祖宗 祖宗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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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本来 云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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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憐的孩子 老祖宗 我娘为什么不要我了 你娘没有不要我 她怎么做 都是为了你呀 为了我 云柯只想要我娘 为了我 云柯就应该留下来啊 云柯给我平安玉佩的时候说 要我一辈子平平安 云柯不在了 云柯还怎么会平安 老祖宗 你叫我云柯回来吧 老祖宗 老娘 你叫我娘回来吧 娘 那 梅丽啊 你可曾看见 孩子的伤痛 娘 你怎么忍心洒手而去呢 云柯 云柯 你要永远记住 你有世上最好的额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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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是 试试 试 试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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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美丽 美丽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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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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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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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哥 啊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对不起我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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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美丽 我欠你的 太多太多了 我欠你太多太多了 可是 你也要活着 你要活着我才能还你啊 美丽 美丽 你为什么那么傻 美丽 就算你舍得上我 云克怎么办 你说话呀 云克 云克怎么办 不是跟你说了吗 给我点时间 我 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 你就这么做了 我们怎么办 妈 我们该怎么办 阿玛 我要和娘 也要阿玛 我相信没有了 阿玛不要再离开我 别哭了 别哭了 云克 阿玛不会离开你的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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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下来给我最好的礼物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她 我知道 你一定能听到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知道 你依然还在我 你依然还在我 就算等相聚 太附近 大附近 该用餐了 不吃了 端下去吧 你没听到太附近的话吗 端下去 是 你是一个狠毒的女人 你怎么这么狠心 你是要把美丽的死 怪在我头上吗 难道我不该怪你吗 从我去美丽进门 你就心生不满 美丽怀孕了 几次意外 我都曾问过你 你都说与你没有关系 好 我相信你 相信你本性善良 没有深究 可是你今日 变得变本加厉 若不是你苦苦相逼 找来何大夫作证 美丽何至于走上绝路 你可以怀疑我 但你不可以冤枉我 我就是不想让美丽受冤枉 所以才找何大夫来受个明白 我怎么知道何大夫会弄错 我为了你和秦王府的声誉 一片苦心求证 我做错什么了 如果当初你没有怀疑 你又何必去演血情关系 那是我跟美丽之间的事情 与你没有关系 你就是一个处心积虑 步步为营 狠毒的女人 你 你说我是个狠毒的女人 你竟然如此诬蔑我 这么多年了 我对你一忍再忍 委屈求全 我得到什么了 在你的心里只有美丽 没有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让我去死后了 让我去死后了 好了好了 锦轩 大错已经铸成 允克 已经失去额娘 不要让允军 再失去额娘了 哦 允军 我的孩子 你怎么那么可怜 你怎么和额娘一样命苦 额娘对不起你 额娘 求求你 求求你给我一个公道 求求你为我做主 千错万错 都是额娘的错 额娘不该听信传言 逼死了美丽 是额娘的错 是额娘错了 额娘 额娘真的对不起你 额娘错了 额娘真的错了 额娘真的错了 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 这次我从关外调回京师 竟是为美丽送行 这么多年来 看着你们两个 爱得那么辛苦 那么浓烈 你也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如今美丽竟然为了爱 走上了绝路 对不起 诚意 我没有照顾好美丽 都是我的错 我不怪你 我知道 失去美丽 你的心情比任何人都痛苦 我只是觉得 允克这么小就失去了额娘 我希望 宿营以后能好好地善待她 经过这件事情 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我会亲自抚养我和美丽的儿子 允克是美丽最大的结果 我要好好地照顾她 以告慰美丽的在天之灵 深究起来 美丽死 还受我的责任 锦萱 切莫再责怪自己 你对美丽做的一切 她都已经感受到了 否则她绝对不会为了 你和允克牺牲自己 这是她对你们父子最深的爱 你为了美丽 你一定要坚强地站起来 王爷 我去何大夫的医馆查看过了 已经人去楼空 歇业多时了 果然是有蹊跷 我就是自己的 我一直批识 我父亲做什么 我父亲做事 我父亲们说 你打算以后都不见我了 你还要继续怨我恨我吗 你当然要恨我 你巴不得把所有的恨都架在我身上 这样你就可以把我跟允爵都送下去给美丽陪葬 你就可以减轻你对美丽的愧疚 你出去不要打扰美丽休息 我终于明白了 就算美丽死了 你心里也容不下我 锦萱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讨厌我 你为什么要对我如此残忍哪 我告诉你 你最敢恨的人是你自己 今天的悲剧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当初你就不应该娶美丽 或者你不应该娶我 如果当时不是你强娶 美丽她不会这样 她的人生会很幸福 她可以跟永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你 她的人生是被你一点一点破坏殆尽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所以你要我自己造成的 她的一切都是身材 她终于捏了 我所说的 我只想跟美丽相处 让她独占我的一切 不过你放心 在亲王临寝三百里之外的地方 我会单独修一座陵墓给你 太厉害了 好 很好 我 我 救命啊 阿玛 阿玛 额娘在这里住了一年 一定埋了很多石头吧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来 云柯 我们帮你额娘把石头全挖出来 看看有什么心愿 我们可以帮她完整 好吗 好 来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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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看到你哭 看到你哭 我看到一定会伤心的 阿玛不要哭了 阿玛 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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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事怎么回事啊 咳嗽老不停 别老来烦我了 看来你也没钱去抓药 你也没钱去抓药 什么坏眼儿 你走开 不要管我 我叫你走开呀 木将你走开 你听见没有 何大夫 我终于找着你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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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还不快走 刚才过去那个男人是谁啊 那是扎木朗大人 可恶 哀家还以为 安宁宫纵火之事 是敬贤所为 竟然是扎木朗 禀太皇太后 禁贵妃娘娘 只是让我买通 严嬷嬷嬷和莲嬷嬷 虐待美丽阁阁而已 可扎木朗大人 让我买凶纵火 同时买通山贼 趁美丽阁阁禅成德 孤身在外之时 杀人灭口啊 盖寺的奴才 竟敢如此胆大妄威 哼 王爷恕罪 王爷恕罪 这 这两封血迹 小人检验过 两者 确实有血亲关系 那你当初 为什么不说实话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啊 小人 小人实在是 有苦难言哪 叔 总是招来 当年 我刚刚 检验出来的时候 就 就有人 找上门来 你 不知道 你还不错 我 这 我 你 我 就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不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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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为什么你私自闯入我的医馆呢 别别别别 别杀我 别 说 检验结果到底如何 这 这 这 两者却有血情关系 不是祖孙 必是父子 毋庸置疑啊 真的 这个能改变你的检验结果吗 我 我是大夫将就医德啊 你连咽谁的血都不知道 你向谁负责 再说了 这样的检验能施那是准确吗 一点无差没有 何大夫 这开医馆的 谁敢保证这一辈子不出差错 你何苦再给我坚持呢 选一个 快 当时 我很害怕 只能听错危险 根本不敢 跟任何人提起此事 直到大附近 找我到亲王府 做证词的时候 我一看见这皇朝包 就知道大事不妙 此事 肯定有阴谋 可是 当时我也不知道 找我验贤的人 是张继大人 我也只能 先躲货再说 你可认识威胁你的人 我本来不认识 可是 刚才在 在府上 我看到他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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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嬷嬷请王爷 入宫觐见太皇太后 老祖宗几下 起来吧 谢老祖宗 老祖宗 我发现了关于流言的重大线索 很好 我也有多张阴谋跟你说 不过 我先要你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何事 何事 你不是遗憾 一直没有完成美丽任何一个心愿吗 现在我给你一个补偿的机会 我要你抓一个与此事有关的人 原本以为那个霍海净死了 庆王爷的心就会回到你身上 想不到他竟然如此绝情 孩子 你就先别难过了 现在这些事情好不容易才归于平静 等过短时间以后 等庆王爷心情稍微好点 咱再想办法挽回吧 好吗 对于静萱 我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 对于静萱 她的心 已经跟着梅丽丝 那你以后怎么办 素颖 你千万不要绝望 你是大福尽 和王爷的关系 会慢慢改善的 好 本娘 你不用安慰我 我们以后再也不可能了 简直是太可恶了 这个扎木郎 竟敢威胁医师 对血亲医师造假 罪假一等 真没想到 再次把何大夫找来 原来背后隐藏着 这么大一个阴谋 我真是愚蠢啊 如果当初 我要是相信美丽该多好 静萱 今天 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也好还给美丽 一个清白 玄业 当年 子晴之死 虽数静贵妃所为 不过 她已经得到惩罚 被打入冷宫 此事 就不要再追究了吧 好 孙儿替静贵妃谢皇祖母 可是 扎木郎 恶贯漫盈 天地难容 她利用敖拜余党 潜入安民宫 纵祸行凶 意图烧死魅梨 小顺子 是否是 是否是如此 回禀太皇太后 的确如此 此事由扎木朗大人主导 奴才找人 接应进安宁宫 纵火的人 就是囚报 太皇太后饶命啊 小人 小人只是收钱办事 扎木朗真是胆大妄为 这还是第一桩 当美离离开承德山庄的时候 扎木朗更是重金买凶杀人 意图让美离没命回到京城 小顺子 是也不是 是的 囚报的哥哥囚镖 落草为寇 奴才收扎木朗大人之托 让他们除掉美离哥哥 幸好美离哥哥弘复齐天 逃过死劫啊 美离虽然 侥幸村活下来 扎木朗却没有因此罢休 他买通了何大夫 让靖萱误以为 允克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接下来囚报 四处张贴黑寒 三不流言 一只 逼死了美离 宣言 朗朗乾坤 岂容扎木朗如此目无法计 请皇祖母放心 四儿一定给皇祖母 一个满意的交代 来 谢皇上 皇上 瞧你干的好事 皇上 不要叫朕 大胆扎木朗 你身为朝廷重臣 理当知道言语律极上行下效之理 你岂可为了私欲 连凡阴谋 甚至杀人灭口 你对得起朕对你的器重吗 皇上 老人万死难辞其咎 皇上 你确实该死 朕重用你 不是让你随意杀人为非作歹 好了 答应你的事情 朕绝不会食言 你就安心地去吧 皇上 老臣以后无法再伺候皇上了 皇上多保重 皇上 多谢皇上的知遇之恩 皇上 这是美离送给我的盆栽 它总是这么灵巧 学什么一学就会 总是那么贴心地为别人着想 这个美离的确死得冤枉 她以死明治的目的 是为了保护她的孩子 这份母爱的确令人动容 皇祖母 孙儿想追视这个美离为庆王平妻 以还她的清白 不知皇祖母以为如何 我曾经劝美离打消平妻的念头 她确实也不再存有这种想法 皇上能够对她侍风 也算是还她一份公道 嗯 这个渣木狼屡次加害美离 无非是想保住这个宿营跟允爵的地位 实在是可恶 为了惩治她的罪行 孙儿想 除去这个允爵的世子之位 加封允克为庆王世子 在激准王上 玄夜 你有这份心意 我代美离谢谢你 不过 我想美离也不愿看到允爵受到牵连 既然是渣木狼一个人的错 就让她一个人受过吧 不要伤及了无辜 黄祖母所言甚是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博尔基吉特美离 贤良淑德 义德洞天 特追侍沁王福晋 其子爱心觉罗允克 即刻为沁王嫡子 亲此 谢主隆恩 谢主隆恩 请 额娘 允克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嫡子了 以后不用再受任何委屈 我想你额娘在天之灵 也会为你高兴的 走 我们去把这个消息 告诉你额娘好不好 好 走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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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蒙 阿蒙 张大人 阿蒙 老爷 阿蒙 对不起 都是女儿把您给害了 女儿 别这么说 阿蒙为你做的一切 都是心甘情愿的 阿蒙一心想让你嫁入庆王府 以为庆王爷 会给你一生的荣华富贵 我们是争来了地位 争来了尊荣 孩子 阿蒙没给你争来幸福 女儿啊 阿蒙只想你一生富贵安乐 却没想到阿蒙竟陷入了名利 我这是作茧自负啊 老爷 阿蒙 都是我 都是我的错呀 你本可以悬崖勒马 是我亲手把你推进了悬崖 让你遭此万劫不复 但凡我劝你一句 也不至于现在家破人亡 阴阳相隔 是我咎由子娶 你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夫人 作为阿玛 我对孩子没有错 作为丈夫我对夫人没有错 我错在不该去害人 不该为一己之私去杀人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照顾宿营 张目朗大人 是后到了 我们该走了 阿蒙 老爷 等等 阿蒙 苏爷 好好照顾你恶娘 阿蒙 老爷 老爷 阿蒙 老爷 阿蒙 哼 老爷 高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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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 和 Inform여 老爷 陈籟 允客 峨娘的故乡 满天都是星星 守护着草原上的苍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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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客 又想你额娘了 妈 我好想你额娘 娘 妈也想你额娘 别哭了一刻 你看 看见那颗星星了吗 那颗星星就是你额娘 你额娘 她看着我们呢 她向我们眨着眼睛呢 你额娘 她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康熙三十四年 康熙三十四年 分东中西三年进攻 康熙三十五年 双方交战于肯特山之南 土次河之北 清军先以四百骑兵挑战 因准戈尔军入园 双方激战数日 清军终于再昭莫多 大败戈尔弹 九九九九一 野 costs大致上来 准战只是大致上来 更战了 白格尔丹 好 对 啪啦 啪啦 喔 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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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咪啦 啊 啊 打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將會狗狗狗 shoulder- 25-0-6-6-8-0-6-0-6-6-5-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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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8-9-6-7-7-5-7-8-6-8-7-8-9-6-7-7-8-6-5-6-7-8-9-7-7-9-6-7-7-8-7-8-8-9-0-12-4-5-1-8-10-7-8-9-7-9-7-9-7-8-9-5-0-0-0-2-0-Z-7-8-10-9-8-8-6-8-7.9-7-8-9-8-9-9-7-8-9-7-8-9-8-9-7-8-9 快走 好 好 金轩 金轩你醒醒 王爷 王爷 金轩 我马上送你回去医治 王爷 金轩 王爷 金轩 王爷 青轩 王爷 王爷 季萱 季萱 調音樂 難忘初相遇 你迎迎消暈 眉目留綻彼此回憶 聚散都相依 相思但不离 爱命开心地永远 与你一间清醒 为你一生重心 只想你知道我珍惜你 这能不能交进一生为你沉迷 那心交给你我愿意 与你一间清醒 为你一生重心 就算孤河头已逐温 就算孤河头已逐温 刹那目光交集 一生为你沉迷 就算孤河头已逐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